-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间,我是薛阿丁 我是阿诚,你是 阿夏 我听到那个广告很好笑 就是笔画节那个广告 by the way,我是阿夏 对 诶,我录超久,我还想说 要摸麦克风 我想说,哇,录广告好难哦 你知道我们辛苦了吗 第一次录广告,就一直被阿诚纠正 要怎么,就那个口齿清 就说咔 而且那个很长耶,那几句 对,那个广告真的不好 没有,我最难的是 最 最 我最 垃圾车又来了 他是不是到一个 他应该收不到垃圾车 应该是收不到 好,那就继续 我最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最,好难哦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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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发现你在那个阿 街头播音室的时候 你讲话也就是不清不楚的阿 那是因为你们一直抢阿 不是就是,你要表达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说,就是那个 然后就弱掉了 然后就想想,心想 我要在这边调大声 讲话就要讲出来 这样子 哈哈哈哈 没有,你的弱调你要说音量弱调 不是说表达方式弱调 音量弱调 那个两个差别很大 对,因为没有 因为没有ear mode啦 因为现在还在水逆 哦 诶,这么久哦 还在啊 蛤,到年后吗 好像是诶 反正还没顺行 水逆大概会持续个 快一个月这样 哦 每次都是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要不要先讲今天是 唱假的时候是 除 啊,今天的 哦,已经 哦,对 是除夕吗 是除夕 除夕一夜 除夕当天早上 哦 诶,请问一下小年夜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礼拜天 诶 小年夜是除夕的 诶,前一天是不是啊 对啊 我不知道啊,因为 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形式 不是因为,因为我查日历 我没有看到小年夜这个字啊 就是只有除夕 然后隔天就除夕啦 就除夕前一天啊 哦,所以那一天不是一个什么 三十,呃,礼拜日 所以那一天等于是有点类似 它不是什么东西 就像小 小周末 哦 哦,是这样啊 而且我不知道小周末是礼拜三耶 礼拜三啊 我一直以为小周末是礼拜四耶 不是 不是礼拜五啊 不是 哈哈哈 礼拜五就是Friday night 哦 小周末是礼拜三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他都要凭什么 对啊,礼拜三就是还有两天要熬啊 哈哈哈 可能对学生来说吧 国小小周末 因为他们可以穿便服 啊,对啦 诶,对耶 礼拜三穿便服 而且礼拜三 银银银银小声一点 哈哈哈 那你帮我,那你帮我拉小一点啊 礼拜三是半天而已吧 对 对学生 小学生来说 我现在讲话太大声了吗 现在OK,现在OK 可是那个什么 之前工作的时候 他们也都说 就是礼拜三小周末 就是从国小传出来的说法吗 好,不管 随便 那是这里太久了 对啊 哈哈哈 好啊,我们去 呃,台北迪化街这些新的 跟隔天我们去的宜蘭 对,就是在上 就是在这个银档上架的前一个礼拜 对 嗯 对 我们在1月25号的时候去了宜蘭 没错 然后1月24号 我们在那个迪化街的街头播音室 对 嗯 你是边剪边笑对不对 对啊 这超好笑 就 因为我们那个 算是很快就要上架 就是他 他有规定什么七天内要上架吗 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来见 我本来是抱持着就是要工作的心态来见 嗯 然后结果就没有耶 超级好笑 就是那一整个节目就是很荒谬到也不行耶 大家 大家 去听一下好吗 然后我就在画图 然后呢 就看到他一个人戴耳机在那边笑 抽搐 哈哈哈 然后我就觉得 好带 我播音乐 哈哈哈 太怪了 哈哈哈 因为我就是戴着耳机 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沙发那边 然后在抽搐这样 哦 哈哈哈 然后阿湾在旁边画图 白这位阿湾那张图片很很可爱 对啊很可爱 哦 然后再白的位一下 统统 统统 他说你画的很好看 有 他有留言 对他有留言 统统爱看书 就跟我们一起去宜兰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 好 好 然后我还 诶要再感谢一下收到了 椅子 的行动 他们每一个 都有稍微不一样 的小细节 好厉害喔 对很可爱 我刚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阿诚后面 刮好一个问号 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个城吧 哦 有可能 反正欢迎 以致随时来台南 因为高雄离台南非常近 想要来散心 或是来 这边打嘴炮也可以 我没有打算 用阿特茶水晶来做红包 就这个想法太晚了 没关系 明年 对啊 撑得到吗 不然你就先做 呃 呃 呸呸呸咧 不然年终先发 对啊 你现在先做啊 现在先做起来放 没什么 我怕到时候 我没有改版了 因为 对啊 还是会改一下 说不定 那我们再谢谢一下 那个 林波瑋布 他也送我们两包红包 对 我等一下拿给你 嗯 好 很可爱 很可爱 烫金 很赞 对啊 然后每次跟他们出去 都疯到不行 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哈哈哈 过年就收到一堆 鹤梨 很棒啊 对啊 很棒 对 然后去台北 迪化街又收到一堆蛋 一堆蛋 蛋卷 蛋卷 喜年来 谢谢喜年来 谢谢 谢谢 超多的 我提到很像去 真的去逛年火大街 对啊 对啊 我们那天结束之后 我们就几个人 因为没有要回去家里 所以我们手上都是一堆蛋卷 因为手上平均大概会拿个两 很像上班族团购 然后下班的时候大家都拿着 不是说抽尾牙都没抽到 只有那个安慰 也不是安慰奖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没错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隔天去了宜兰 对啊 对 而且 要感谢三万五吧 是吗 还是 你说宜兰吗 对啊 不是 宜兰是那个 陆伯克 陆伯克跟宜兰市 宜兰乡公所还是什么 这没有 宜兰市公所 宜兰市公所 对 还有亚特 对还有亚特 还有 那个好野人生 他是以前当导游 然后也来 这边一起办 然后还有少年阿公的子卫 对 还有魔法 魔法姐姐 姐姐 嗯 他们几位 就是促成这个 宜兰走毒 声音走毒的 一些 关键人物 对啊 好久没有去宜兰哦 而且我 我第一次去宜兰 是当天来回的 好对 对啊 台北镇去宜兰好方便哦 真的 所以叫起来就到了 真的 然后就去吃吃喝喝这样子 嗯 我以前去宜兰是跟国中的团去的 因为我们美术班寒假都要去有一个写生的旅程 太远了吧 对啊 就去北部 还有去金瓜石啊 九份 就那种就是南部小朋友要去北部 嗯 欣赏风景 兼 画画这样 就是我们美术班的传统 那有一次就去传艺中心 哦 就是有受环境的那个 对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受环境 那那个传艺呃 就是建筑物倾斜的 那个是传艺中心吗 还是那个是什么 哎 不是吧 那个是什么海洋什么中心 小姐你知道我在讲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建筑的外观就是 我知道 在宜兰它就是倾斜的 蓝洋博物馆啦 你说的是蓝洋博物馆啦 哦 那次心情超差的 就是一直下雨 到哪里都在下雨 对啊 啊 宜兰不是很常下雨吗 没有那一次就是整个跨年行程都大炮 我们跨年出去玩四天 然后四天都在下雨 然后又闹 我们去宜兰玩 没有就是我记得那天 好像就是整个环岛 环岛 哦 就是 环岛啊 然后每天都在下雨 然后通通都呆民宿 都不知道去哪里 然后就喝酒了 哈哈哈哈 那其他还有什么对宜兰的印象吗 赏金啊 奶洞卷 啊奶洞卷 对啊 我们那天说要去买奶洞卷 有买吗 没有啊 因为我们没有离开那个 就是火车站附近 嗯 我们只有走路 对 双脚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对 奶洞卷很好吃哦 可是我真的觉得还好 我 啊 sorry 我好像只吃过一次吧 我有个宜兰的朋友 他买过给我 然后就那一次 然后就没有再吃过 就没有特别好 好吃吧 会不会被宜兰人骂 我觉得很好吃啊 就 因为我不吃甜食啊 哦 好 对 先直写 奶洞卷有芋头口味的吧 对对对 哦 哦 他其实可以网购 就是不用一定要去以来 哦 没有就是要就是 顺便买才好 这个就等于说 我们不会特别去网购 淡淡水鱼酥啊 可是其实可以啊 但我们不会啊 但其实可以啊 没有必要啊 哈哈哈 没有那个价钱就有差 是能差多少啊 你就跟之前那个什么 会不会聊太久 哈哈哈 之前那个 台 新北有一个 凤 凤梨酥 某某凤梨酥 然后超好吃 你觉得好吃吗 是 诶是板桥那个吗 好啦 没有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讲那么细 我们不要讲那么细 我觉得很好吃啊 我觉得蛮好吃的 可是我就 不知道 好吃到底是怎样 以凤梨酥来讲 我觉得很好吃 哦 然后它的价位 就是实体买 跟你在 比如说 超商买或者是网购买 那个价钱差很多 是对 就等几百块 对我们讲算多好不好 嗯嗯嗯 蛮多的 可是你就省了车钱 你就把它当成是就是车钱 没有就是叫北部人下来 然后随便 哈哈哈哈 人情最贵 你忘了吗 哈哈哈哈 好 啊还好那天没有下雨 我们去宜蘭的时候 对 它只是阴天而已 但是没有到下雨 也不错啊 就是不会热 对不会热 然后 干嘛 阴天 阴天 在不开灯的房间 其实那个 echo没有 不会进去 我知道了 只是先cue你一下 好 我等一下再认真 因为那次那个 就是24号那天街头播音室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没有唱到歌 嗯嗯 嗯 对啊为什么那天没有唱过 因为我说你们cue的歌 我都没有把握啊 那是什么 袁什么 那个 袁艾琳啊 啊不是啦 袁永林 谁是袁艾琳 李艾琳 哈哈哈哈 袁永林啊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诶哦 有啦 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 呵呵呵 诶那个过去 从台北过去宜兰的时候 会看到水到天 对啊 诶你们怎么过去的啊 游览车 游览车 一台 大巴小巴 大巴 冰室的吗 冰室的大巴 然后呢 诶不是不是 那是空山记的 反正就是反正 空山记我们做冰室哦 对啊 哦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那个 是一台大巴 是就是那种游览车啊 但是人 呃 就是没有坐满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租那大台 要有那个 建格吧 不然放一样 放一句 好像是这样子 嗯 然后 哦 那个稻田会反射 那个天空 嗯 很漂亮 对啊 嗯 就一种东部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确实是在东部啊 怎样吗 东北角 对啊 嗯 诶我 我回归那 我那个什么 我希望阿诚在后制的时候 帮我做一个那个 爆破的音效 哈哈哈哈 火箭升空的那种还是 或者是那种漫威那种 爆破的音效 好 谢谢 结果我用那个精灵出场的声音 哦 那种仙子 就跟瓜吉一样啊 瓜吉有这样吗 瓜吉cue人的时候 他cue他的那个 冬夜 他的一个助理 嗯 的时候也是用精灵出现的那个声音 就是那个 他会送他走 对对对对 他送他离开 说谢谢冬夜 然后他就会按那个按钮 哦 对对 那我要弄 啪啦 对 哈哈哈 谢谢 巴基回归 对对对对对 好那所以我们到伊兰的时候 我们就在火车站前面就下车 对 嗯 然后我就去吃 汉堡 汉堡 哈哈哈哈 好饿哦 这不用聊这么细吧 我跟你讲 那就是一个实测 结果后续的行程 就是饱到不行的行程 早早就不要吃那个汉堡 可是当时真的好饿哦 这饿坏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去全家买个汉堡了 结果一进菜市场 我就什么都再也吃不下了 我不是拿一个那个吗 那个昂谷粿还是什么 就类似昂谷粿 超阿粿的东西 但是它是红色的 然后真的 红色的就叫昂谷粿不是 没有没有 它是皮是红色 超阿粿外面是绿色的吗 然后它是另外一个甜的 它是用红色 它要包红豆的 对啊 它那个不是昂谷粿吗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 哦 对对 昂谷粿好像是要印那个乌龟的 哦 但是昂谷粿就是红色的 对对对 好 反正我拿了那个之后 我就一直到晚上的 吃不下那一个 最后是把我吃掉的 哦是哦 对 我是忘记吃了 我隔天早上才吃 哦 对 然后我想说 哎应该不会坏掉吧 然后就 应该不 就没有坏掉 这几厨器上是不是应该 听众会比较少 应该是吧 闲聊更多啊 对啊 我们就是乱聊 没有啊 这一集 这一集版就是分享我们去宜兰的 记得以往 就去年过年期间我们的 就是收听也是 都很烂啊 耶 乱聊 因为就连敏迪都在过年期间休息 就是那一个礼拜他就不出podcast 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听 嗯哼 嗯哼 我们就是给一些想听的朋友们 你有的选择 不想回家过年的那些 你有你有至少还有一个podcast可以听 那我们这一集就聊五个小时 哈哈哈哈 可能前一个小时在聊 后面四个小时在唱歌 播音乐啊之类的啊 对啊 阿特电台啊 对不对 可以放一些我们喜欢的歌 哎我突然看到 哎这样会不会太 太太跳跃 我突然看到 为什么只有这一间房间 有紧急按钮啊 是吗 只有这里有啊 哦对我们现在在新的录音室 今天很跳跃对不对 耶我们终于有录音室 我等一下录完 因为我们不用收东西了 对对的不用收东西 那还在改造中 好感动 哦还没贴吸音棉 所以今天有可能还是有小小的回音 没差 就是我觉得吸音棉填起来会好丑 可是没办法 不然怎么办 就是录音室啊 有好看的吸音 说不定没有那么严重啊 不用贴啊 再看看 我觉得还是要耶 我们讲到哪里 我们现在要先讲宜兰 我们要先继续讲宜兰 还是我们要先讲那个啊 哪个 那个街头博音室 先讲 讲完了吧 重点吧 哦讲完了 街头博音室讲完了是不是 讲完了吧 哦好 讲菜市场接下去 哦对对菜市场 菜市场哦对 带我们逛菜市场的是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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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阿公 笑脸阿公 方子伟 对方子伟 对他是非常在地 然后他的那个啊 哦 哎他们的他们的那个啦 他们有个公司的名称吧 叫做什么 谁啊 哎不是 谁 谁菜市啊 去宜兰 谁菜市啊 对 来宜兰 谁菜市啊 哦 来宜兰 谁菜市啊 对 就是说如果各位 他们 他就是专门有在带那个啦 就是呃 带你去市场里面 深度导览的 嗯 的行程 啊 如果你们有兴趣去宜兰的 菜市场里面 去深度的 理解一下 他们当地的 特殊的 比如说饮食文化 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去找 来宜兰谁菜市啊 那我好奇提问 就是宜兰的菜市场 有什么 很特别的地方吗 跟我们平常的菜市场 我觉得超级不一样的 虽然说我平常也没在去什么菜 都是去 全联 全联啦 Jason's 哈哈哈哈 白货公司的超级市场 哈哈哈哈 我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很多东西我没有看过 还是 还是你没看过 对 还是只是我没看过 像什么 Shotting 像是 像是那个柜就没有啊 那个那个 你说红色的吗 哦哦哦 不是他有 不是超级柜 超级柜有 但是他说那个 有一个有一个红色 然后上面有一点 对对 那是另外一个口味 对 啊忘记那叫什么 对我也忘记了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是台语的名字 我们 我们不会 也没有听过那个字 不忘记了 反正他就是只有宜兰有的那个口味 嗯 是只有当地不知道他们用什么东西做出来 忘记 好像是菜脖类的东西 减 锡 什么锡 锡一下 什么锡 反正就是一种腌制物还是什么的 哦还有类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是那个 同一个阿嬷有在卖一个是那个 甜的米鸽 然后是用红麴做的 哦 对啊 就这样 还有 冬瓜茶 哈哈哈哈 你说通通拿着那个 我们去那边就是有一个摊位 然后他们就是好像是手工的那种 那个 茶饮 白木耳 然后加红枣什么那种 对对 然后结果 通通就在里面 就是 在一大堆的饮料里面 找到唯一的一瓶冬瓜茶 他居然就要喝那瓶冬瓜茶 哈哈 那你们有跟他抢 没有啊 就是谁要喝冬瓜茶 我们是事后才知道他抢到那一瓶 哦 因为就来宜兰是要喝冬瓜茶 哈哈 不然去宜兰要喝什么 当地 其实有一摊是那个 黄金泡菜的那个大哥 哦 他自己是泡那个 泡菜汁 不是不是 他除了卖吃的以外 他对面 他正对面 有一间他自己的饮料店 哦对对对 是红茶加 我觉得豆 那为什么不开在旁边 因为没有 他是摊车在那个路中间 哦 然后他正对面 就是他的摊位 那这样他还有走过去 因为他现在饮料店没有开啊 对冬天 因为冬天他不卖 哦 他说用料很实在 对 然后阿诚有买那个他的黄金泡菜 哎 我觉得很好吃 哦 但是不够辣 哦 没有黄金泡菜没有在追求辣的啊 可是我觉得 他是温和型 对啊 可是还可以再辣一点 没有黄金泡菜就不是辣的路线啊 可是我想要吃 因为他已经中辣了 那请你买辣泡菜 我喜欢黄金泡菜 啊黄金泡菜很特别 他好像是里面加水果还是什么的 真的吗 就是 我不知道他讲的啊 是吧大哥 我们一整个就是只会吃 但是不会去理解 不是因为那个整个菜市场 那个很混乱 就是场面非常混乱 因为旁边就是真的是很多当地人在逛 然后我们就在挤在里面 然后 哦很酷的是那个导览啊 就是笑蓝阿公他们的导览 是有那个 那叫什么 导览机 对导览机 就是每个人的耳朵上面都会配一个耳麦 然后 耳麦 耳麦 都会配一个耳麦 然后他那个 笑蓝阿公本人的身上就会带一个麦克风 所以他讲话是不用用那个大声工在那边 就是吼来吼去 然后所有的人都听得到 菜市场的人会被影响到 他就是只有我们参加导览的人 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那你们要怎么回话 我们不用回话 所以你们不能按麦回话 不行 我们这边只有耳机没有那个麦克风 回话还太巧了吧 有十几个人的 他公司有时候就这样啊 很巧欸 接着 哦 还有宜兰特产啊 就是那个啊 机车上都会有那个 哦 雨刷 那个我真的不懂欸 就是为什么只有宜兰有 我听说以前好像是台南也有嘛 台南很多 我以前超多 但是没有预算 没有预算 就是一个很像盾牌的东西在机车前面 可是 可是那个加上去 其实理论上来说是会让机车更耗油的吧 因为风阻很大 对啊 哦 嗯 所以你愿意把你的机车上面加在那边 当然不要啊 有病吗 宜兰还有个 欸 你什么意思 哈哈哈 没有 我是挡车欸 挡车 他有 他有他自己的那种防风罩 可是挡车防风罩也是很很小一个 他有那种装在头灯前面那个一个罩子 那是不是装饰用 那是装饰用 对啊 但是他也会 呃让你的风那个气流 风阻变效 哦更顺一点 会顺一点 那就 就更帅而已啊 但是以我的接车来说其实没什么用啊 那是那种仿晒或什么的 需要那种 那种就是把它变成一体的感觉 有问题 就是我在仿杠里面看到魔法姐姐 为什么后面有一个问号 因为我忘记是魔法什么 因为他是他带我们去魔法阿嬷的店 哦对 然后我忘记他是魔法什么 就是他是 所以宜兰人都会魔法 呃那既然讲到魔法姐姐 就来讲那间那个药草店好了 对啊 反正就是也是一样 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 他有一站就是带我们去药草行 嗯 那边其实是有一整条的那个药草街 然后 呃那一间魔法姐姐的店 就是他们家开的店 然后里面是有他的妈妈 就是魔法阿嬷 嗯 然后你就是 把手伸出去给魔法阿嬷的话 他就给你一大堆的那个 你知道什么啊 什么 咸渣糖 哦对对对 什么 真的啊 手伸出去就有鲜渣糖吃 对啊对啊 他说来 手伸出来给魔法阿嬷看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大堆 鲜渣糖 哈哈 啊因为然后他 他还是没帮你看一下手相啊 稍微 啊你们怎么样 我没有给阿嬷看 他是看健康 哦对 他不是看那个什么 所以你有看吗 有啊有啊有看 说胃好像怎么样 他说胃不好 叫我不要吃冰的更甜 哦 嗯 刚好都爱吃 对 还还好 对刚好冰啊 冰欸我真的爱吃冰欸 爱吃冰就是甜的啊 然后咸的冰啊 月见冰 月见冰也不是甜的啊 也不是咸的 它是甜的 有啦我吃过啊 以前那安平有一个那个 啊有什么披萨口味的冰 还是什么辣 辣椒吗 还是什么 对对对 起司 对 冰呢 对 冰淇淋 反正倒了 倒了 倒了 超 对我来 对我来讲真的很恶心 哈哈 对 好反正那个药草行 他就是 呃很传统那种青草茶的店 嗯 青草行 嗯 然后他就是有各式各样 他也好像也不算是药材 呃中药行吗 他就主要是 一些 呃不是治疗效果的 是一些是保养 类型的 嗯 他后面也是有那种像中药行的臭涕啦 对对对 他他其实叫做大明清草店 嗯 对然后我们主要 去那边除了拿那个 鲜渣糖以外是 要去体验 输鸭草包 DIY 对吧 所以他是输鸭草包嘛 嗯 他就是输 他就是会让你凝身还什么 嗯 这样我们不能放在录音室啊 整个就会 松 不会啦 松好啊 哦 他有那个 我们要focus啊 他有彭大海的那个 包 茶包 对 彭大海我不懂耶 他到底的作用是什么啊 让那个 润散 对润散 可是我觉得他有时候太甜了 哦 我觉得他那个 阿嬷的包的还蛮好喝的 对啊 没有那个阿嬷包的就是 钱贵的味道 对啊 就是钱贵调的都太甜了 那个反而会锁 钱贵的有很甜吗 不是啊 钱贵蓬塔海哪有很甜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甜 我觉得就是喝啤酒就好 哦对啦 钱贵喝啤酒 哈哈哈哈 哦然后 然后那个阿嬷有给我们看到那个 苦疼 就是苦 做苦茶的 对 超饿 原料 他剪了一段给我们用手沾 就是只是用手指手这样沾一下 然后 甜 甜一下 苦到不行耶 整个苦味在嘴里炸开耶 这比人生苦吗 比人生苦 我们的人生是指 life life 比人生苦 哈哈哈哈 那个真的很苦 因为他就是唇的 哎 我手好痛哦 他就是唇的那个 他就是很纯很纯的苦 然后他就说综艺节目的那个苦茶 其实没有他们 就是没有 没有大家看到在节目上效果这么夸张 那个在 那是专门for综艺节目 他们会去 一定调过啊 就是节目组会去拜托清早行说 煮的很浓 是要当惩罚用的 要不然然后 你直接去清早行说你要苦茶 他其实喝起来是会回甘的那种 不会很苦 哦 对 对 一个小知识 嗯 我们是没有照着坊刚走 是没差 那反正就有讲到就好 对啊 然后那个 我们清早上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 所有的行程都结束了之后 我跟Sharding就是去 我们就自己再去回去那个 那个清早行 嗯 然后找阿嬷就是问一些 去除疲劳的配方这样子 对 然后阿嬷就进去里面捞了很久 他就拿出一包 他就说这个阿嬷自己 我们自己都在吃的 他说喝下去呢 就是一整个礼拜都不会累 你就是熬的给他这样浓浓喝下去一个礼拜 都不会感到疲累 然后 non-stop non-stop 然后夏天买两包 我买一包 哈哈哈哈 喝了吗 还没啊 所以他是就是 你就泡然后就喝 泡就喝 他叫煮的 那可以放吗 可以放 你说可以放很久吗 对啊 因为他说一个礼拜啊 那好 我是要煮一个礼拜的份 没有是说你喝下去之后 你那个礼拜就不会累了 哦 对 他说可以煮两到三次 哎 结果那天我问 就是我稍微问了一下 好像就是要一次把它 就是要一次把它煮完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喝的话 你可能就是还是那几天你要把它煮完 哦 对啊 你你可以冰起来 但是你尽量还是那几天要把它煮掉 不然还是会坏掉 好 那就是 泡完 哎 煮完那就可以 库存就冰冰箱啊 应该可以吧 应该是这样吧 可是他因为你也不能 也不能太久啊 他那个就是 没有防腐剂的东西啊 哦 所以就可能几天还是会坏掉吧 没关系啊 就多 就灌啊 可是他怎么知道几cc配他 他有说 他说七杯水 哦 啊七杯哪 就是内锅跟外锅他有分别讲 反正他有教我们怎么煮啦 嗯 希望是有效咯 希望 这样就要回购了 会回购他有给我们赖 对 贵吗 一包两百块 哦 嗯 蛮大 就是算是 如果能够撑一个礼拜的话 那很值得 对啊 我觉得比那个 我在喝那个人参饮 可能会比较 会 比较划算一点 不会累 好难想象是什么感觉 我说的是 超级咖啡饮料之类的 哈哈哈 会不会连睡都睡不着 这边吸血鬼 我觉得这种 中药材应该是不会 有这种效果耶 他还有在卖那种 就是可以让你睡得很好的 直接断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周五那一餐吃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对 就是真的没有 没有吃过的东西 残宝宝 哈哈 哈哈 是 到底不是这种 特别 其实我们在吃之前 我们有吃一个 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哦 就是鱼丸 鬼头 鬼头刀的鱼丸 对对对 鬼头刀可以 蛤 鬼头刀本来就可以吃啊 不是不是 合法抓吗 现在 鬼头刀本来就是一个 很常见的食用鱼啊 现在还可以哦 嗯 一直都可以啊 鬼头刀你一定也吃过 他只是长得很可怕 他其实很常出现在 就是我们的餐桌上 对啊 鬼头刀不是有被限制吗 没有没有 鬼头刀是一种很常见的 很常见的食用鱼 哦 他只是长得 我知道他长得怎样 只是我印象中 他好像就是 没有因为 因为那个 呃 像是宜兰的鱼丸啊 他们主要是用鬼头刀在做 然后 他就那个 那个阿伯就是 他叫海哥 对海哥 他就讲说 呃像是南部的话 就比较会用虱目鱼做鱼丸 嗯嗯 然后 宜兰他们主要就是用鬼头刀 啊因为用鬼头刀就是 他的腥味 比较没有那么重 哦 然后又口感又Q弹 我自己觉得是蛮好吃的 我觉得很特别吗 他长得就是一副很 不能吃的感觉 对啊 就很好吃 我们要体验自己手做鱼丸 对 手做鱼丸 然后夏丁做的超大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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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巴上心态 诶没有 他就量是一样的啊 那你怎么做的 他就这样捏捏捏 然后就 弄起来 然后我就是 我就是捏小壳一口入 一口可以入口那种 就是捏比较扎实 也没有 就是自己可以控制大小 因为他就是用手这样挤啊 哦哦哦哦 好 嗯 还蛮好玩的 对 然后我们做完之后 他就煮成那个鱼丸米粉 对鱼丸米粉 诶那个很好吃 对啊 然后统统在我们旁边 对 然后他 我就看到那个 之后群组有传照片 我就take 不是take他 我是就截图他一张照片 我觉得他很俏皮 就是他那个 对 但是 测试年度 哈哈哈哈 好好笑好可爱哦 对 然后所以我们中午就吃了那个 现做又现煮的鱼丸米粉 对 然后有一整桌的 宜兰特色美食 对 宜兰三宝 有一个是什么排队要排很久的那个 那个 Cerobar Cerobar 西卤肉 嗯 他就有点像是那个大杂烩吗 是叫什么 北菜肉 北菜肉 有点像 但是不 不一样 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 他就是反正就概念有点类似北菜肉 但他就是 他上面有那个 西卤肉 对有那个 蛋酥 哦蛋酥 对对对对对 诶那个蛋酥是鸭蛋 对然后 听说好像要排队要排很久 然后结果这样一大锅才两百块 对啊才两百块 我那时候听到我就 不自觉的大喊一声 就是我只听到他们在旁边聊天 然后就说那样两百块 我就说 两百块 哦大惊小怪 你是在台北被吓烂了 对 哈哈哈 因为那真的很大一碗 对 然后才两百块 然后才在台北半杯酒 对啊 一杯酒都点不起 哈哈哈 好如果想 听更多 关于这一类的 宜兰美食 其实直接去天雅特聊聊天 对啊 还有介绍过 像那个枣饼 也有介绍过 还有那个 哥渣 就是高渣 也有那个 呃高渣 就是你会吓死的 欸你有吃过高渣吗 什么是高渣 高渣就是宜兰的一种特色美食 然后它就是一个炸物 嗯 它里面有点类似 呃 我会吓死 我很期待哦 有一种 有点类似 非牛顿流体 就是 非牛顿流体 什么 就是很像 很浓很浓的液体啊 就有点像是玉米浓汤那样 但是更浓 好像一球鼻涕 但是 它吃进去 它是会化成水的 嗯 然后它可怕的点就是在于 因为它这样子里面是湿湿的 然后去炸 然后它起来之后你就看到它就是 外 外面酥酥很像那个花枝丸这样子 嗯 或一块炸物 那它不会冒烟 那你吃进去 呃 你的嘴巴就是三度灼伤 哦哦 因为它不会冒烟 就跟鸡汤 表面看起来它没有在冒烟 它下面在滚烫哦 嗯 跟我想的不一样 因为我想到 有点类似于 焗烤小番茄 哈哈 炸药 那我想到前阵子 那个 阿诚跟我说 Shotting在FBPO了一个 青蛙咖喱 哦 我就想说 哈哈哈 你要看吗 不要 它很明确哦 不要我会吓烂 哈哈哈 然后这次是好不容易终于见到亚特本人 哦对 除了见到蔡本人以外 还有看到亚特本人 对然后亚特 我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跟亚特在网路上 已经交流很久了 嗯 然后第一次见到本人 他居然第一件来跟我说的事情是 能不能下次不要在节目讲一些就是 魔物 魔物 哈哈哈 魔物就是 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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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可以这个 你帮他逼掉 我们为了你帮你逼掉 好不好亚特 就是一些巨型 我刚才不小心脱口了 就 巨型的昆虫 黑色的 哈哈哈 好好笑 不只巨型就是 它又很 你可以不用描述了 它会转台 它会转台 哈哈哈 这么怕 很怕很怕 好那个我刚刚那边会帮你逼掉 好不要紧张 对啊 居然第一件事情先来先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哈哈哈 好在意 哈哈哈 我们有这么爱聊哦 有时候会比较近讲到 就是我就会分享说 我的惊吓的经验这样子 对 这个程度其实真的蛮高的 如果跟其他节目比的话 对啊 就蛮强强的 哈哈哈 太爱分享了 哈哈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会吸引那种东西来啊 哈哈哈 所以他蛮爱敲着我攻击 哈哈哈 他可能知道我很害怕 哈哈哈 好 欸 那个 那个红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话 食物链的话 你在它们下面欸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因为我还有一些 化学武器可以对付它们 哈哈哈 哈哈哈 魔法攻击 对对 什么时候粉红色什么 那个啊 你吃下去 哦有一个膏 对一个膏 叫做什么膏啊 它是 格啊 格啊 它就叫格啊 就是一种膏饼 我查它也有可能是蔓越莓口味 因为它里面有红红的 哦 对就是那个 然后我就吃下去 因为我没有 我们没有吃过 他就说那格啊 叫我们吃吃看 所以只有一兰有 然后我们就吃 我就一吃下去 我就 惊为天人 因为它就是 水肠测验汁的味道 哈哈哈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你会吃过水肠测验汁 然后在场我就问了大家都没有人吃过水肠测验汁 我想说等一下 我去买一包请大家吃 哈哈哈 我请客我请客 我请客啦 你们再吃吃看就是一样的味道 有吃三星葱饼吗 还是那个 没有 太常见了 太常见了 我们要去列食一些 比较不常见 还有一个腊肉 是用松板猪做的 哦对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觉得它们腊肉类的东西都很厉害 压赏啊 压赏啊 压赏 压赏 很好吃欸 听到都饱了 可是我觉得你会害怕那种行程欸 就是一直吃吗 就是因为那个阿嬷就是 刚收完钱之后 又会同一只手再去摸那个腊肉 你明明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要推给我 哈哈哈 我不会害怕这种行程啊 没有我只是怕一直吃的行程啊 哦你不会害怕这种就是 看起来有点 我可能就哦我吃一口就好了 但我觉得就是 菜市场就这样这样 人行味啊 你少跟我来 我又不是没去过菜市场 我有哦我也有在去菜市场啊 总之我不管东西就是很好吃 我只是怕一直吃的行程 哦 那那不好意思这个宜蘭行就是一直吃 就还好还好我刚好也没办法去 真的是一路吃到底 然后吃到快吐 一路吃到挂 好了 刚刚那个格拉我要 嗯 帮他证明一下 因为我们吃下 我那时候吃下去的时候 我就游移很久 想说欸跟那个我吃过的 豆沙类那种高饼不一样 因为高饼会呛到 哦 那绿豆糕或什么 它会化成沙漠 对会变沙漠 就在我的那个喉咙里面卡住 对 但是那个高饼 宜蘭的高饼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用米做的 它类似有点像状元高的做 对对对 然后它做出来之后 你咬的时候 你会越咬越扎实 它就变成一球 在你的口中变成面团 对对对 对 听起来是不是够掉啊 不会不会不会 它是湿润的 对 它跟你口水结合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就是水肠车厌值 哈哈 我就一直下定了这个绝 绝那个结论 那水肠车厌值跟松露 松露啊开什么玩笑 水肠车厌值188块 哈哈哈哈 哦 他们宜蘭的粉肠是黑色的 为什么 台南的是粉红色 哦可是我 我必须得老实说 我没有很喜欢吃那个粉肠 可是我那个时候 可能我本人就不喜欢吃粉肠 好像很多人都不喜欢吃粉肠 对 就是粉红色的那个 那个熟香肠吗 什么Anchen Shib 因为说南部都是粉肠吧 就是都是粉肠 香肠熟肉 香肠熟肉 对啊 对啊 那个我就不喜欢 我就觉得它是冒牌香肠 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 他到底是什么啊 虽然我我爱吃 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你爱吃什么 香肠熟肉 香肠熟肉还是 粉红色的那个 Anchen 熟香肠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啦 粉肠 粉肠 粉肠跟香肠不一样 对啊 那粉肠是什么 粉肠它里面好像是用一种就是 淀粉类的东西去灌成的东西吧 要查 好吗 反正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对对 可是我不喜欢那个 但是粉肠又分两种 一种是这种灌 灌成香肠状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粉肠 就是猪的某一个 部位 所以你们刚刚说黑色的是 是类似长得像香肠的那种 然后它看起来很像布丁 它就是布丁 它口感就是布丁 等一下等一下 但它形状呢 香肠的形状 香肠 为什么越讲越色 蛤 哈哈哈哈 它形状就是一条黑色的香肠 哈哈哈 黑色香肠 没有它口感就是布丁 然后 但我就不爱 我也不爱 精彩超怪的 可是你不是喜欢吃吗 还是你是不是喜欢吃香肠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欸错了错了错了 没有反正它就是宜兰的特色啊 那我等一下 让我了解一下 切片 嘿 就是像香肠切片 切片啊 切片 像香肠一样 切片 像奶酪还是像布丁 像布丁 它的丁Q 视觉上它就是香肠的样子 但它吃进去它是布丁 那它是分子料理耶 那它是分子料理耶 算是一种 哈哈哈 对 因为它里面有些人会用蒸的肉做 然后有些人就是这种 我觉得蛮可怕的 我也不是很喜欢那个 但是煮 总之呢 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照片 有有我放 现在放的是粉肠 粉肠 反正我只用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布丁就对了 它长这样子 它长这样子 黑色的那个 呃我不行 它只换成黑色的啊 我不行 不行 好像青蛙切块哦 嘿嘿 欸青蛙很好吃耶 青蛙真的很好吃 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松板猪的腊肉 超好吃的 欸它 对不起 那个 那个我不行 呃 它后来在桌上是还满满的 就 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吃 但是呢 欸101现在传讯息给我说刷卡4%回馈 哈哈哈哈 欸它还有这个高啦 这个高是什么高 高顶吹 高顶吹 9层 9层高 这感觉很好吃 高顶贵 高顶贵是在台南 黑色那个粉肠我会怕 跳过跳过 9层高 是叫9层高吗 9层吹或者是9层高都可以 然后它就是 因为台南好像有类似的 只是台南的整块都是甜的 都是甜的 然后它的那个是分成是上面是甜的下面是咸的 这样子 上面是咸的下面是甜 哦 对对对 但是你倒过来它就变成上面是咸的下面 哈哈哈哈 它直接在我的筷子里面跌倒 它掉到我的裤子上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它就是上面是 咸的 咸的下面是甜的 对 上面就有类似哇粿我觉得它的味道 它有那是什么 油葱 油葱在里面就有类似哇粿的味道 然后下面就是那个台南的那种甜的 贵的味道 但是没有台南那么甜 对 台南是黑糖 然后它有个吃的时候有个诀窍 你因为它不是上面 它不是就是这样上下两层吗 哦哦 你夹起来的时候你 你要这样子横 你要这样子直立的放进嘴巴里面 因为如果你横的 好色 不是因为你这样子横的哦 我就是吃横的 我就知道错了 我就横的这样放进去 我就会变成嘴巴左边是一个味道 右边是一个味道 对 说到这样 你就要 对你要你就要直的这样进去 然后上下把它这样咬在一起 这样它才会 台南的话是已经就是 它是一体 它是一体 对它们就不会掉出来了 它还是有分层的 但是它是同一个口味 嗯它就不会两个可能有 两个口味可能会有一些可能 什么重量或是什么 密度的分别 密度的对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 因为台不是 宜蘭很多这种甜咸混合的东西 像那个枣饼 它也是用金枣里面的味道 对啊 也是甜咸混合 但没有到一个是非常甜的 因为台南 我这样吃完 我觉得台南真是 很甜 很甜 对啊 然后我们去逛那个菜市场 它是叫什么菜市场啊 呃先去南馆 再去北馆 对它有分南北馆 然后它南馆就是比较 它是不是说南馆叫做武士 武士跟文士 北馆叫文士 嗯 是这样子吗 我印象中好像是 反正就是南馆是比较热情的那种 就是会叫卖啊 然后比较活络一点的 然后北馆就是比较规划好整齐 大概有一个摊位 然后那个 那个 呃 招牌都是长得一样的那种 就是比较比较 像是店面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也就比较不会出来叫卖 就是要买就进去买 对 然后你有需要你再跟他说 对 那刚刚说到那个魔法 阿嬷的那个青草店呢 它就是属于北馆 北馆 文士的地方 对 然后我们吃东西的地方 小吃类的都在南馆 嗯 嗯 各有各的好处吧 对 它那个时候是因为 那个 它本来是宜兰街 嗯 然后要争取成宜兰市的时候 为了要道路拓款 所以就直接把那个 呃市场分成 切开 对两边 嗯 直接从中间穿过去 嗯 所以才分了两个 北 欸南馆跟北馆 嗯 嗯 老实说我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逛在市场 哦对啊 而且还有人导覽 对有人导覽欸 对啊 我通常都是在台南就是我 我妈去哪里我就跟她去哪 啊就只会去那几家店 所以也只会走到某几条 嗯 嗯嗯 而且他们就说菜市场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就是要用问的才会知道 因为他就是没有价钱 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 欸这是什么东西 你就是要开口问才知道 然后很多消息也是要用问的才知道 嗯 因为他很多菜就是没看过啊 因为他没有那个后台没有管理 对啊 他没有数据 有没有那个桶 那什么条码什么 对啊 就是靠人 一切都是人 价钱就是给他问下去这样子 杀下去 然后那个葱 你就是问他能不能送我 哈哈哈 欸三星葱是要 葱白要超过15公分 反正他们说农会真的会拿尺去量哦 你没有超过15公分你就不能叫三星葱 他三星葱会有自己的贴纸 对 哦哦 啊三星葱卖比较贵吗还是没有 应该有吧 因为他种植方式就是比较严格啊 嗯 他不仅是要出自于三星 就是他一定要 因为好像是那边水比较多还是怎么样嘛 就是 照到太阳的地方会比较 米其林三星 或者是Samsung 哈哈哈 好啦 对宜兰料理有一个终结 对宜兰料理有一个终结 我自己觉得 他就是 真的是偏咸 而且胡椒味超重 偏咸吗 是啊 对啊我觉得蛮咸的 对我来说 尤其余碗我就觉得很咸 我觉得还好欸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是 特别 呃因为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欸 对啊对啊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 我自己不喜欢吃太咸的东西 而且 这个总结不好 哈哈哈 不会不好吃啊 这不会不好吃 就是真的跟平常吃东西不一样 对不习惯 禁喝价 哈哈哈 禁喝价喔 他们的台语是这样欸 对 然后我就吃那个啊 花野菜都是 就汆烫 我就可以吃 我以前会吃生吃红萝卜 哦生吃红萝卜我也喜欢 兔子喔 然后就真的是越吃越黄欸 哦对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我就不吃了 因为他那个 茄红素吗 你说红萝卜 红萝卜的 吃太多会 整个人会变很快 红萝卜素 那川普一定吃很多 哈哈哈 应该 应该是 因为他那个色素会累积 哦我不 冷知识欸 那是真的 是真的 反正呃 宜兰的不会 甜的东西不会到死甜 台南东西 我现在是会觉得 真的是很甜 但是因为我都吃家里 所以我无法 为就是外面的食物 做个证明 嗯 真的甜啊 是没有错 蓝萝卜真的蛮甜的啊 就连 咸的食物都变甜 有时候会蛮恶心的 哦 嗯 像你比如说有一些汤 你说羹汤 哦没有没有不是 牛肉面啊 哦 没有我想要讲的不是这种 就是比如说便当店 哦便当店的那个什么 有些有些那个 味噌汤也是甜的 哦 很可怕那真的太可怕 可是我觉得那不是台南问题 诶 那是台湾的味噌汤就是甜的啊 没有有些 就是 有些店家会做 过甜 对就是真的很怪 很像甜糖 哦 就有点恶心啊 诶那你们 过年有会吃常年菜吗 哦对会啊我会啊 常年菜是什么啊 就是等妮菜 就是你要整猪 整猪这样吃下去不能咬 它是什么菜 还是就是没有分 像是那个 水莲 宜兰的话就是娃娃菜 不是 宜兰是挂菜 娃娃菜很短诶 挂菜不是就是娃娃菜吗 不是 不是 一看就是没有 阿柴一定是没学菜市场 没来学菜市场 好挂菜 娃娃菜跟挂菜差很多诶 娃娃菜是就是 长得漂漂亮亮的诶 小小颗的诶 好 好挂菜 娃娃菜真的是一口可以吃掉的 好挂菜 宜兰的常年菜是挂菜 但他们就说 听说南部不一样 是台南 好像是台 只有台南不一样 不是阿高雄也是 高雄也是喔 高雄反正南部是菠菜 对菠菜 而且要连根一直吃掉 对 它就是煮 它就是煮一条猪 那可以切掉那边 不行不行 脏脏的那个地方 不行你要洗掉它 不能切掉它 那社会怎样 你就不会长年啦 你就不会长瘦啊 我没有要长瘦 你就是要 而且你要这样子整根进去的时候 你不可以先咬断 你要整个进去你才可以嚼 这样子 它是一个习俗啦 阿会不会嫁到 不会阿 你就是一样吃进去 你就咀嚼啊 嫁的是自己的问题 你们到现在还会 家里还会吃喔 会阿 我们家完全没有在 过这种东西 你们家都是去吃教父牛排嘛 对不对 不要乱讲话 不要乱讲话 没有没有 不要乱讲话 开玩笑的啦 那你们会选那个吗 那个最短的吃吗 我不会阿 我就随便乱拿 真的喔 因为我家 我哥哥姐就会看哪一株最短 然后就把它吃掉 你们就是不想吃 然后呢所以才选最短 他们不想吃阿 因为说实在那里没有多好吃阿 那会调味吗 还是就当成 没有喔 没有调味 就烫了 烫过然后它根会有味道 因为根就是有一个味道嘛 就对阿 为什么不炒一下 阿就是 炒会破坏它的整体 它就要一根一株这样 那就是烫的时候 顺便加点调味阿 好像也是可以 不然你撒个玫瑰眼之类 松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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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 欸好欸 松露油这次用用看 趕快跟你妈讲 对阿 好 菠菜 菠菜 它是菠菜 欸我们家的油欸 我们家过年的习俗 一定会煎牛排吃 哈哈哈 就跟你说吧 而且 太高级了吧 是买好事多的那种 不要摸麦克风 是买好事多那种厚的牛排 哦 好 哈哈哈 欸对好 然后我们 有收到一些 礼物 哦对 对 牙特出厂的时候 他要大包小包这样 对 整整颗那样 就是一些绿色袋子 而且他那个袋子 是保温袋喔 对欸很实用欸 保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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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么样 保冰袋很好用欸 保冰袋跟保温袋不一样吧 还是一样阿 其实一样的吧 好像一样吧 他就可以 去除去那个能量 曾韵芝是在闲料 哈哈哈 真的 那个感 那个拿去买便当多好用 很方便欸 回来都不会冷掉 真的 真的 嗯好 还有买饮料啊 欸对 饮料很需要 就是他那个口是 他是一个三角形的 他口不是那种 大方形 哦对啦对 所以最后还是会 没有办法拉好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 那个猪肉的 哦猪肉树袋 行李树袋 超可爱的 但是但是就是 他有特别提醒就是 去伊斯兰国教 对啊国家的时候 是不要 不要用那个树 就用培根 拉长的培根 他就一条培根 然后树在你的那个 行李上面 很可爱很可爱 然后那个菜刀的那个 吊牌 防小人用的 对我要拿去防小人 很可爱 你要防多少个小人 你很多小人配件 韦戒一定要当 韦戒已经带满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有一次就是 去年的时候 我也是韦戒掉 他都不见我 超慌张的 然后就赶快再去配一个韦戒 想说 应该是有毕掉一个小人 对啊是啊是啊 嗯 总之他就是给我们 拿了很多东西回来啦 没错 有个那个 彩色的那个小袋子 我超喜欢的 彩色的小袋子 就是那个还蓝 我说夹纸袋 那叫什么 夹纸袋子 夹纸袋子 就是阿嬷会用的那种 蓝色红色绿色的那个袋子 对对对对对 那超棒的 托特包 你知道那个故宫一个 要卖多少钱吗 300多块 哇夭壮 故宫南院 那个就可以当精品包再用 对啊 那个应该是 就是巴兰西亚刚会出的 哈哈哈哈 那那很方便 艾玛师 很可爱 嗯 就是下去买菜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对对 欸我们已经58分钟了 是不是 不能录太久 我们也快讲完了 没有 都要下面已经 这个也讲完了 哦 无关系啊 反正就不要剪啊 那可以不用剪 那我图也就随便画画 哈哈哈哈 你知道就只有 就这集就不用下广告 只有线条而已 欸今天那集要下广告 对对对 嗯 只有线条 还是只有草稿 只有草稿 哪怕好笑的啊 哈哈哈哈 就是那种美化完 未完成感 对啊 畢竟粉丝们应该也没看过草稿啊 哦 可以啊 我也自己也没看过 其实 就铅笔稿这样子 你们不是有说过阿特 你们每次画都 不要摸麦克风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很吵 这个要剪掉 没有那个他就是 阿诚有跟我讲过说 你们有画阿特这个生物 然后你们每次画都画的 跟我的不一样 对啊 嗯 其实阿特他是 两颗圆球 一大一小 哦 他的草稿是这样子 哦 葫芦 对 俄罗斯娃娃 对对对对对 哈 哈哈哈 好然后我们结束行程 最后是到那个少年雅宫的 服侍店 对他家是开服装 服饰店 对然后他自己有卖他自己的产品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夹纸袋 嗯 还有他穿的那个衬衫 会透气的那种 对 还有那个帽子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就是阿公会穿的很历灵 然后要配西装裤 对 然后西装裤要一长一短 然后配穿拖这样 对 最后就在他的店员跟大家就解散 但是最后呢 雅特还是带大家去逛了东玉庙 嗯 对他很熟悉的一间庙 跟走廚的一样 诶那个庙 那个后来主委来的时候 对 大家超级超级尴尬的 就是因为那个主委很想要 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每一个detail 对 所以他就在那个那个庙的年表 哦 主委是 就庙方主委 哦主委 那对 然后就在那个年表 就是从光绪年间哦 啊嘉庆嘉庆年间 他就开始这样子一个个念 他就说 这个一几几几年的时候勒 怎样怎样怎样 光绪帝怎样怎样 然后一路念到2015年 哈哈哈哈 2015年 对大概他一定有超过20分钟 哈哈 然后他都走掉 我们已经去摸那个龙了 因为其实我很想要去看其他文物 但是我想说 我想说主委真的很热心想分享 我就继续在那边听这样 所以Shotting已经先飘了 大概在前面 第十几条我就 离开去摸龙 因为他说那个龙啊 可以摸 可以可以 他那个龙是从原本那个轿子上面取下来的 哦 然后那个龙就是你去摸他的 他有一个打油石吧 然后你就是去摸他的龙脚的时候啊 会什么赚大钱摸龙嘴巴 会怎么样怎么样摸哪边会怎么样 那你很有礼貌欸 对 哈哈哈 有几个啦 大概有五个人在那边把全程听完 然后我们想说 我自己心想啊 就是他念完最后一条年表的时候 想说啊终于念完了 终于可以去看其他文物 结果他就说 啊这个呢 他就转头他就去讲照片哦 然后那一面墙上都是照片 因为他每一张一张照片讲哦 你还继续听 我就有点慢慢的想飘走 但就是等到他就讲到那一面墙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才就是顺势飘走这样 哇那你 你真的很有耐心 对这这方面 其他方面就没耐心 我站在他面前 我直接走掉也不好吧 而且人已经够少了 如果我是Shot 我在的话我一定跟Shotting一样 哈哈哈 我也很想 我也不是 我应该第三条我就先走了 哈哈哈 没有他是念到一半你才发现 哇他真的是想要一跳一跳 对 哈哈哈 non-stop 没有就听到那个 节奏就觉得好 应该走了 哈哈哈 想说难得主委亲自出来跟大家介绍啊 真的很难得 因为那边本来没有开 很难得啊你还是没听 哈哈哈 对因为他那个博物馆是不对外开放的 哦 是因为我们是明星 哈哈哈 是因为亚特把我们开开很棒啊 对啊我觉得那个很好笑 就是你们po性子动态说那个阿诚不欠名不合照 哈哈哈 这是谁po的 是他 我po的 这个很好 而且是谁拍的啊 Misato拍的 对 那时候就是我走出来 然后那个 他就只是单纯要拍你们 对他就这样 因为我是最后我在那边用那个档案 所以你们都已经先出来 然后我最后才走出来 然后有一点点狼狈 就是拿着很多东西 然后Misato就说 大明星大明星 然后在那边拍 然后就说 诶这样有拍到吗 他就说我就看他照片 我就说不对啊 重来一次 然后就自己再跑进去 然后就说 我就还把头探出来说 好了吗 你们相机准备好了吗 然后就说 要来了啊 然后就走出来 就说 诶哈啰哈啰哈啰 啊不欠名不合照这样子 所以一切都是假的 哈哈哈 全部都是C的 哈哈哈 但是应该是有一 有一点 有点架势吧 没有觉得有点大头正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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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人可以有 有什么走出来 哈哈哈 好了 那就对东玉庙很感谢亚特 对啊 他真的是细心讲解 对啊 他真的很熟 好啦那反正宜兰 总之就是谢谢宜兰市公所 对 然后还有 陆波克的Alton 好野人生 还有 少年阿公 少年阿公的那个 梓威 少年阿公是来宜兰谁菜家的少年阿公 对 然后还有魔法姐姐 还有亚特 哥哥 嗯哼 哈哈哈 好谢谢 感谢你们 对啊 这次就是让大家招待 我们去宜兰玩 对啊 就是真的没有那么放松过 不然之前国中区还有 怎么背一些话 什么话剧这边 对啊 对总之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认识宜兰 就真的是在地人刷肉 真正深度的旅游 嗯深度旅游 去还吃了很多很棒的美食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呃 不一样的宜兰的传统市场文化 毕竟我们 常常就是出国的时候 说要去了解当地文化的时候 就是先去传统市场 你就知道当地人在吃什么 买什么 最清楚的地方 你就看隔壁的阿伯都先买什么 就买一样的就对了 确定吗 哈哈哈哈 对啊确定吗 没有说如果你 你不要管说到底吃的合不合口味 就不说难不难吃或好不好吃 合不合口味就好了 就是 他一定是最在地的阿 阿伯那我刚好买了一颗猪头 你就买买看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或者是他买那个很臭的鱼 哦 那个很 啊是不是也是当地人会吃的阿 你要吃吗 试试看阿 总要都试试看吧 来都来了 总不能都在逛百货公司吧 哈哈哈哈 吃素的要自己注意啦 对对对 不要买成婚的就好 嗯 好啦总之就是谢谢促成这个旅游的大家 感谢你们 好啦 讲到这个 完了 完了又好像又要接 你要接什么 提外话了 可以接啊 讲到这个又让我想到就是 阿诚就是跟朋友们只要去台东 就一定跑去某某的一个隐秘的市场 然后吃他们的生鱼片 超好吃的 我不要我才不要跟大家说在哪里 是台湾人的生鱼片 对 他就是很乡下的 就是真的是在地人才会去的那种菜市场 不是佛观光客 然后里面的一间小摊饭 那也找到很厉害 我们是有一次去那边好像是上厕所 还是什么的吧 然后就刚好发现 诶那边有个鱼市场 诶 我们就诶可是其实那个算是蛮大的鱼市场 游客也会去 只是会走到这么深 然后又遇到那一家 应该是不太会 对 对然后我们就是 而且有那么多间 又不就是 你们就只吃那一间 对因为那一间就是我们刚好就想说 嗯 刚好看到 尿完尿刚好看到这间 想说买一盒来试试看 结果没想到是精为天人 哇哦 好 而且每一次去旁边都是 两箱的青蛙活的 青蛙活的 好吃耶 青蛙 然后他们他们就一直叫我 叫我过来过来 哈哈哈 过来阿夏过来过来过来 他们就在那个袋子里面弹跳 哦很可爱啊 哦耶 是黑的呢 哦耶啊就黑的会怎么样吗 怎么了 还好吧 他们烫完之后就 变另外一个样子 我前阵子去那个 成功鱼市场啊 哦成功 他不是说不要讲 我没说是哪一家 还是等一下在这边剪掉 成功蛮有名的啊 成功蛮有名的啊 就剪掉啊 不用剪啦 反正自己去找 超好吃 而且他这样子 好厚哦 对不对 很厚 然后他这样子好像才 吸的很便宜 200块之类的 太便宜了吧 就是便宜又好吃 超好吃的 天哪 这一人一盒的剪掉 对啊 有够好吃的 好 我们先做那个 宜兰这边的总结好了 好 谢谢宜兰 很好玩 好 拜拜 你这样做干嘛 有啊 我们刚才该卸就卸了啊 对是有卸 唱歌你还没唱歌啊 送给宜兰一首歌 啊 说要唱歌啦 那个火车站前面 宜兰火车站前面有 那个斑马线 他是会唱的 什么意思 他就是会唱一个 有点类似打也是打油石吧 就告诉你说 要左看右看啊 然后要小心过马路的歌曲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那是什么歌啊 那什么歌我忘记 女孩 不理不睬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 哦 对对对 先做结尾 阿诚 阿诚在唱歌 等一下 没有我还要补充一个 哈哈哈哈 大家都想补充 我还想到 火车站对面是吉米公 哦对啊 以前聊过的 对对然后上面有那个 火车飞过去 丢丢 你们有去看吗 丢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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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啊 这个可以做一个转型 那跳跳躺的台语 跳跳躺 雅特救命 救命啊 跳跳躺 跳跳躺 疼啊 什么跳跳 跳 跳就是跳 跳就是台语的跳 跳就是跳啊 好谢谢 希望我们听众可以在Apple Podcast 跳跳疼吧 跳跳疼 好应该是吧 跳跳疼 应该就是跳跳疼吧 嗯 好啊 喜欢我们听众 可以在Apple Podcast 跟Spotify 可以帮我上搜寻最新奇的阿特查水间 Apple用户在Apple Podcast 跟我们五星评价 也可以到RGGFB搜寻阿特查水间 帮我们按赞追踪一下分享 请问我们联系下方资讯栏中 有我们的email 欢迎来信 好那今天就这样子咯 谢谢大家 新年 新年快乐 耶 出席也 出席也快乐 哦好吵哦 那都送一首歌啊 送一首歌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我陪你去风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 终究会坠落 太残忍的话我只说 因为爱很重 你却不想动 只往反方向走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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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 嗯 最後我音有點飄掉 欸從來自從來太高 他有認真欸 他自有認真 有吧 有啦我覺得還可以啦 以他的程度來講這次算不錯 哈哈哈哈 有稍微花俏一點 要再一次嗎 剛剛哪邊飄掉 最後音有點高 耶耶這邊嗎 對 好再一次 耶耶 嗯 好好可以可以 啊我覺得還好 哈哈 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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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